第一個就是開啟這個Eclipse 開的話記得喔,就兩個目錄嘛 反正我剛剛這邊有跟各位提到那個 這一個,所以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編輯器 這個是我們Python的路徑 你確定一下是不是低疊底下 如果有的話OK了 只是名稱也許 最好是先把它稍微記一下 不然的話我發現同學好像搞不清楚這兩個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呢 執行這裡面的執行檔 並且設定喔,設定在這個Windows Preference裡面 當然他,假設我把它remove掉 重來,new一下brows 跟他講就是你的目錄是在低疊底下的這個 Python的3732 然後跟他講,最重要的是這裡 就是跟他講這個東西的位置 Python的執行檔在哪裡 OK 然後他也會順便找到就是裡面的其他的函事庫 如果你設定好應該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這個動作一定要很確實做完 否則你後面要做練習就是會出錯 OK一下 然後就apprise close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的開發環境就完成了 就這樣而已 應該沒有太複雜吧 只是步驟可能如果還不熟悉的話 如果你剛剛問卷裡面有email 我也有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了 你回去再看一下好不好 OK,反覆看 因為我進度還是有啦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在這邊停太久 所以也就是回去一定要多練習 像這種東西 你回去不花時間要把它學會 看應該蠻困難的 除非你資質非常聰明 記憶力過人 其實我記憶力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我看過一遍我大概就會了 而且這環境是我自己把它弄出來的 裡面可能要100個動作 可能我都把它記著熟 所以像我去參加證照考試 所以這樣 他考9題給你100分鐘 不過我其實用了10分鐘 我就把這個題目全部寫完交卷 應該是第一個交的 OK 因為幾乎把程式已經背著滾瓜 也不是特別背啦 就是你已經很天然的 有沒有很自然 渾然天成 程式就打出來了 不過這個可能是 需要一點點這個 你的天資啊 還有可能 還有興趣 另外的話還有點熱情 你要喜歡啦 OK 我是覺得這東西還蠻有趣的 然後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覺得有趣啦 我只是我覺得有趣 我是盡量用有趣影響大家 但是 需要一點時間 OK 所以這邊之後 剛剛這應該可以記得起來了 Interpret畫面 然後第二件事呢 接下來我們OK了 再來的話 我要開始寫程式了 所以今天的話很快 環境已經ready了 接下來就是寫程式了 我覺得比較重要應該在寫程式 那我們要怎麼寫程式 OK 第一個 先到這邊 new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的操作環境一定是file 檔案 new一個什麼呢 第一個請你先找到other 其他的 那其他裡面的話 因為它這個裡面 本來是寫java的啦 我們把它改成寫python other other裡面的話請你找到那個py開頭的 裡面呢才會有一個叫 那個 py div的project 特別就是找到這個 它是在py div裡面 這個 第一個喔 OK應該可以找得到吧 file new new之後找到這個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叫nets OK找到他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給他一個project名稱 他的專案名稱叫什麼 我叫test 我們一般習慣就測試 好測試的專案 那底下的有個版本 2.7喔 請各位把它改一下3.6好了 OK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所以大概需要 new之後的話 這個打一下 1 第二個的話這邊改一下 本來3 2.7嘛 把它改3.6 第三個呢 請你選這一個選項 幫我產生一個src的一個目錄 OK 把那個專案放裡面 所以選3 然後就finish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1 2 3 4 OK 所以基本上就四個步驟 3 4 好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 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專案 那他就會幫我把那個 將來你寫的程式 就是就放在這個專案裡面了 OK 那我們把它finish 好 好 然後他會問你說要不要開啦 你就直接把它open好了 好 直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專案就出現了 而且會自動幫你增加一個src src就是source的縮寫 source就是程式碼啦 OK 意思就是說 你以後的程式碼都放這裡面就好 那我怎麼產生你要寫的程式碼 再來的話記得按右鍵 直接在src 程式 中文意思叫程式碼 src new一個什麼呢 這個 特別重要 如果將來你們要寫程式的話 記得是按右鍵 在這邊new什麼 new一個module 好 叫pydip的module 記得這個 好 那以後程式就寫在這裡就對了 反正如果你要寫一支程式 就是一個module就對了 它的單位叫module ok 然後那module的話呢 就會放在src裡面 外面就是一個專案 所以它的結構是這樣 最外面就是一個workspace 剛剛開起來不是問題 你要放在哪一個workspace啊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有很多的專案的話 你可以在同一個workspace 或者是你也可以建很多個workspace也可以 一個目錄 可能是寫這個寫那個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就再來 最後我就new一下 再來我們就可以寫一點程式 所以記得按右鍵 new一下 這個module 然後名稱的話叫什麼 也許我叫p1 隨便給它一個名稱 p1 然後按finish 好 然後呢 它會挑選一下ok就好了 反正你看到ok yes或no 反正你就打一個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跑一些程式了 程式的話 它問你說要不要樣板 不要的話 你cancer掉就好了 好 cancer它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那寫什麼程式 好很簡單 A等於3 B等於5 如果多一個sum好了 等於A加B A加B的話 那請問一下 print 打一個p print出來 print什麼呢 print sum ok 程式寫完了 請問print意思說把它輸出結果啦 請問輸出結果會是多少 8 對應該8吧 你怎麼執行 很簡單喔 直接儲存 然後上面有個執行在這裡 runs有沒有 然後它問你說要run哪一個 run這個 python去run它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答案出來了 8 出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寫了 第一次程式 這沒問題吧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重點回顧 1 file new new other 這個 記得是在這個pydif裡面 2的話呢 就test 這邊改一下 然後這邊改create source finish 進到裡面呢 src上方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module 記得喔這個喔 然後呢 給它名稱 不是這裡喔 是這個喔 給它name 我叫p1 或者其他名稱都ok 然後finish 在這上面打一下程式 並且run它就ok了 試一下好了 如果實在記不起來的話 講義裡面我印象中應該 我也有把那個畫面這邊有沒有 一模一樣的東西 一二三四 有沒有一模一樣 這邊都有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可以參考那個第幾頁呢 第三十 27頁 新增專案 27 28 29 30 ok 這幾頁呢 就我剛剛做的重點 反正你就照著操作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打這幾個字 那主要我們 這個sample 主要 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 那個程式的運行 如何建一個專案 以後的話就是module 所以以後你就按右鍵 new一個module new一個module 一直寫下去就ok了 直到我們最後一堂課 也是一樣 就new module就ok了 所以也不用太複雜了 剛開始有講 先學會怎麼寫程式 如果要做一些其他的變化 慢慢再來講 ok 試一下 那個 要new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 這上面那個 想是一個 還被誤的 那兩個 不能用那個嗎 還是要寫那個 你是說 new嗎 這個嗎 如果 對可以啊 可以 因為第一次沒有出現 第二次就出現了 ok 所以之後就點這邊 ok